得知龙浩尘的背景 各大圣殿殿主反映有多精彩 龙浩尘乃是骑士圣殿之中 千年难得一遇的光明之子 按常理而言像他这样的人 才本应该送往骑士圣殿悉心培养 不过龙星宇为了通过魔力来 逐步增强龙浩尘的生存实力 因此并没有将龙浩尘的身份 背景公之于众 这也使得各大圣殿并不知小龙浩尘的背景 那么得知龙浩尘的背景后 各大圣殿殿主反映有多精彩 1.骑士圣殿 激动 骑士圣殿之中一个有三位殿主 其中有两位更是龙浩尘的直系亲属 龙浩尘能够成为骑士圣殿之中 千年难得一遇的光明之子 这对于他们而言自然是一件 值得骄傲和激动的大事情 毕竟骑士圣殿一直都是六大圣殿的领袖 而拥有光明之子体制的龙浩尘 未来必定也会成为骑士圣殿领袖 届时他将从真正意义上 成为全人类的领袖 倘若龙浩尘未来能够得到永恒 与创造之神印王座这把超神器的认可 那么在他的带领下 人类击败魔族的希望也将越来越大 2.刺客圣殿 愤怒 认可 在猎魔团选拔大赛结束以后 龙浩尘作为这一届的冠军 有着优先挑选队友的权利 不过龙浩尘为了兑现当初与灵星的约定 从而放弃了自己的恋人圣残 自以为遭受到背叛的圣残 瞬间心神重创 在刺客 圣殿殿主圣月 得知自己曾孙女受到欺负以后 便立马要找龙浩尘算账 而此时的龙浩尘还在圣残面前 苦苦解释着一切 还没等龙浩尘解释清楚 圣月便准备向龙浩尘动手 即便是杨浩涵说出龙浩尘 乃是光明之子的身份 却也依然无法压制住圣月的份 不过好在 后面龙浩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让圣月刮目相看 龙浩尘身上的优秀品质 也是得到了圣月的认可 至此以后 圣月便将龙浩尘当作一家人 他是从心底认可了 自己的这位曾孙女婿 三 牧师圣殿求贤若渴 在镇南关一战之中 龙浩尘的团队 牵制了魔族的进攻 并且还重创了八戒月魔 为圣殿联盟夺回镇南关 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这镇南关正是牧师圣殿总部所在 为了感谢龙浩尘 为镇南关所付出的一切 牧师圣殿殿主灵孝 亲自出手救治龙浩尘 正当灵孝无比好奇 骑师圣殿 为何会如此看中龙浩尘之时 韩倩将龙浩尘光明之子的身份 告诉了灵孝 灵孝当场便露出了贪婪眼神 他毫不迟疑地向龙浩尘表示 只要龙浩尘能够加入牧师圣殿 那么他现在就是牧师圣殿的副殿主 只要未来十年之内 能够突破到九阶 龙浩尘便可立即接手 牧师圣殿殿主之位 灵孝殿主如此急切地招募龙浩尘 当场便把他给吓倒 不过当灵孝得知龙浩尘的父亲 乃是龙星鱼以后 他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四 魔法圣殿 苦涩 在龙浩尘晋升为八阶骑士以后 圣殿联盟便允许他再度重建联谋团 龙浩尘拿着他爷爷的推荐信 第一站便来到了 位于嘉陵关的魔法圣殿总部 在这里龙浩尘 也是第一次见到了魔法圣殿的殿主李正直 李正直从龙天印写给自己的推荐信中 了解到了龙浩尘光明之子的身份 得知他的身份以后 李正直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 他原以为依靠魔法圣殿多年来的努力 在不久以后便能够超越骑士圣殿 成为圣殿联盟的第一大圣殿 只可惜天意弄人 骑士圣殿出现了一个像龙浩尘这样十分优秀的光明之子 魔法圣殿未来想要超越骑士圣殿 恐怕将会更难了 一想到这里李正直的内心也是无比的苦涩 五 战士圣殿退位让贤 在龙浩尘得到战士圣殿传奇人物 叶无伤配件光明女神涌叹掉的认可后 他便带着此剑来到战士圣殿 龙浩尘希望能够得到战士圣殿各位前辈的认可 允许自己使用此剑 为了报答他们 龙浩尘甚至还愿意将叶无伤的剑意 留在战士圣殿 以供更多的战士观摩学习 虽说战士圣殿的一众战士 最初并不看好龙浩尘 但是仅有十几岁的龙浩尘 却仅凭着剑意 达到了三十岁实业 无伤的境界 他的实力得到了战士圣殿的认可 知晓龙浩尘背景的战士圣殿殿主邱永浩 自知战士圣殿无法为他提供更多的东西 为了能够留住龙浩尘这个人才 以及明鉴光明女神永叹掉 他不惜主动退居赴殿主之位 只要龙浩尘愿意他立马 就能够成为战士圣殿的殿主 不过龙浩尘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条件 但邱永浩却没有放弃 之后更是询问龙浩尘成为骑士圣殿的殿主以后 还能不能兼职战士圣殿的殿主 邱永浩大胆的想法 也是让龙浩尘无话可说 6.灵魂圣殿 尊重 在龙浩尘晋升为八阶骑士以后 龙浩尘便开始前往各大圣殿之中 召集昔日的伙伴 可灵魂圣殿殿主陈宏宇 看了龙天印的介绍信以后 却迟迟不愿让自己的孙女 陈英尔归队 毕竟陈英尔和龙浩尘一样 都是无比尊贵的神卷者 而且召唤师的身板相当的脆弱 陈英尔一旦出现意外 对于灵魂圣殿而言 那将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因此 陈宏宇不愿自己的孙女再去冒险 不过 当他得知龙浩尘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击杀了三大魔神以后 内心也是开始尊重起这位年轻的少年 毕竟称号级的猎魔团团长地位 与圣殿殿主几乎是一样 之后龙浩尘更是凭借着浩月的威慑力 与自己的同伴一起 堂堂正正地打败了陈宏宇 灵魂圣殿殿殿主陈宏宇 这才放心将陈英尔交给龙浩尘